大家好,現在到了後疫情時代 無論如何都好,大家要麼打了針 要麼曾經天然感染過 身體的免疫系統多多少少對新冠病毒 都有些抵抗力,尤其是針對重症方面 就是因為這種抵抗力,病毒就叫做流感化 其實就不是病毒本身減輕了那麼多 只是說大家的抵抗力就強了 此小比獎,病毒的殺傷力就大大減低了 那叫做流感化,很多人就會問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好像要流感 每年都要打一次這個預防針 才可以維持到這種抵抗力呢? 大家要明白,我們所謂叫做新冠流感化 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方法去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新冠病毒在今天來講 對我們的殺傷力相對已經不太高了 就是說跟普通流感差不多 那就不一定代表處理方法跟流感一樣的 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流感病毒每年都有些相當明顯的變化 我們經常都說,新冠病毒的話 你打了一針,例如打了兩針 這個mRNA疫苗的話 你身體的免疫系統對於防止 新冠病毒引起重症的效果是相當之好的 你入院死亡,因為感染新冠病毒 引起這些東西的機會就大大減低了 而這個效果呢,到我們現在來看 例如最早那批人打了疫苗的話 到現在呢,這種防重症能力呢 都仍然維持到了 就是說差不多年多兩年呢 都仍然是不錯的 如果我們的目標呢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將新冠病毒殺傷力呢 就減到最低 到現在這樣計 那麼我們打了這個疫苗 年多差不多兩年呢 防重症的能力都這麼好的話呢 那其實呢,我覺得都應該滿意了 是不是一定要現在就立刻打針呢 如果你是健康的年輕的話呢 我覺得呢,又未必一定這麼急的 那至於流感針,為什麼又要連連打呢 流感不同啊 我們經常講的新冠病毒 你打了兩針,三針,四針都好 那你防止輕症,防止感染那些能力呢 就以賴身體裡面的抗體嘛 那抗體的話呢 那抗體的話呢 可能打了針之後呢 就升高了 那你打了第二針也好 第三針也好 第四針也好 它的抗體就升高了一會兒 然後呢 就跌回下去了 那它升高的時候呢 就可以防止感染的 那一跌回下去呢 通常可能兩三個月 那就跌回下去之後呢 它就防止感染了 病毒埋身呢 一樣可以讓它感染到 那但是防重症那邊呢 因為T細胞是負責的 T細胞呢 是比較長久的 那我們這件事情呢 剛剛都講過了 那但是流感不同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說你如果打了流感針 那因為呢 流感病毒呢 變化得比較大 你打了之後呢 病毒呢 就跟著有些變化了 那變化了之後呢 那個樣子呢 就已經不同了很多了 就是說 下年的時候 流感病毒呢 已經變了樣子了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你打了之前的針呢 那它那個抗體啊 同T細胞 對於新的 已經改變了的 流感病毒呢 都不是怎麼認得它的了 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打了流感針 隔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夏年啊 這樣算吧 那你身體內的免疫系統 不單止 防止輕症的能力 已經差了 那防止流感引起重症的能力呢 是一樣差了的 那所以呢 流感針呢 就要連連打的 尤其是高危一族那些呢 那你要連連打呢 才可以呢 將那個 防止重症啊 防止輕症啊 那個這樣的保護能力呢 保持下去的 新冠病毒呢 你打了針之後 防輕症的能力呢 可能隔幾個月就沒有了 但防重症的能力呢 就似乎都一直持久的 那所以呢 是不是真的現在這一刻 就要叫所有人 每年都要打新冠疫苗呢 我覺得呢 暫時又未必一定 那新冠疫情這一刻 就叫做審慎樂觀 那當然病毒呢 是不斷變種的 那你說會不會變成一些 很厲害的病毒 這個呢 永遠都有可能的 不過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天 就是說呢 好像流感病毒那樣 如果有一天 有一個新的變種走出來 無論你打了針 天然感染之後 防輕症的能力不行 防重症又不行 那這種病毒的出現呢 就意味著呢 我們就要做過一些全新的疫苗 針對這些新的病毒 大家都要重新打過一次才行 那暫時我們未看到的情況 希望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天了 好 多謝大家收看 那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按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